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anman826頻道 今天來到新加坡旅程的第三天我們會轉酒店 今晚會入住新加坡的Fulliton酒店 現在在等他的專車來接我們去 這條影片和大家分享今次的住宿體驗 Let's go 新加坡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喜歡收看旅遊、飲食、生活資訊片 快點按我Da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我們今天太早到達酒店Check-in 房間未準備好 所以我們去附近找個午餐吃一下 由酒店走過來幾分鐘就到達Boat Key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餐廳、酒吧、美食選擇 我們去附近一間餐廳、1826新加坡 是吃一些Fusion新加坡菜式 這個燒豬肉卷有點像南洋沙嗲的風味 但裡面又包著一些芝士 多特別、好吃 這餐總共我們兩個人是合共吃了 新加坡紙57.67 新加坡紙57 哇,好正的房間 已經進到房間了 今晚我們住在新加坡的Fullerton酒店 即是傅麗敦酒店 就是在下廳的區域 在新加坡的旁邊 風景很美 再慢慢和大家看看這間房間 和周圍的環境 今晚我們住這間房間 訂了一個叫做 Hong Kong Resident Special 一個給香港人的特別住宿套餐 每晚是新加坡紙480元 再加10% Service Charger 但要住最少兩萬 我們為起大約3000元港幣一晚 就包了 商人的自助早餐 有兩天 另外就有一個 晚餐 去他們的中式酒樓寫個三道菜的晚餐 另外有一盒Cookie餅 有Welcome Drink 還有來回的Limousine接送 先進來看看房間 進來房間第一個給我的感覺 也有點像香港半島酒店文化東方的風格 有深色的有木櫃和牆 有米色 金色的配襯 都頗有格調 雖然尺寸不算很大 但我也覺得 頗實用 頗舒服 這邊有張辦公桌 都非常方便 有時來到旅行 都會剪片 用電腦 有張桌子 就好一點 書桌櫃旁邊有幾個USB 和插頭 床頭的每邊也有另外一個USB 和插頭 真的非常方便 這邊就是電視 這部電視看起來也有55吋起碼 還有一個Harmon Carden speaker 不過叫大家盡量細聲 不要乏機 這邊不是你的酒吧櫃 裏面有個 雪櫃 汽水啤酒 什麼都有 不過全部都有收費 有小食 有兩盒 抗廚水是免費飲用的 有咖啡機 有些 茶包 咖啡膠囊 水杯 餐具 這些都是 基本五星級酒店有的設施 這邊一辣都是衣櫃 還有保險箱 可以放行李 衣櫃裏面有 兩件肉袍 那邊有 燙三板燙床 和燙豆 拖鞋就是這裏 這邊出去的 就是露台 和大家出去看看 我們今天住的房間就是7樓 景觀看到下面的新加坡川 即是Bokey 剛才我們去那裡吃午餐 另一邊就是看Marina Bay的景色 那邊有另一個景色 本來我們不是這個房間 我們升級了 因為我是信和集團的Sano Club 可以請我升級的 因為這間酒店也是一個歷史建築物 所以就算是同一個酒店房間的種類 也可能有不同的設計 或者大小 現在來看看這裏就是浴室和洗手間 相比之下 浴室也挺大 有一個浴缸 有一個洗手盆 又有淋浴間 又有另外一個馬桶的地方 馬桶就是日式的面子馬桶 另外它的設計是全雲石 都看起來是比較 壓制一些的洗手間設計 這間酒店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共設施 跟大家去看看參觀 還有這裏的游泳池也很棒 稍後會去游泳 酒店的泳池在二樓 是一個無邊際泳池 對著Singapore River 真的不懂得游泳也要來浸泳 至於酒店的健身室 沒有景觀 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健身儀器設備 我們那個Welcome Drink 落出來大堂這個Court Yard 這間餐廳酒吧 本來是可以喝香檳的 不過不喝酒 叫它給了可樂 另外我們點了兩件蛋糕 這個額外給錢 11元一件 因為現在有點肚餓 先吃一件蛋糕 等於7點就會去J的餐廳吃這個晚餐 在酒店大堂這裏有一個 小小的歷史展覽 是關於這間酒店 和這個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 在酒店有很多的油桶裝飾 原因就是 在1928年至1996年 這個建築物曾經是新加坡的油谷 在2001年 就變成這間 Fullerton酒店 酒店一走出來就很方便 這裏就是 新加坡 River 有兩條橋 可以過去那邊剛才我們吃午餐的Bokey 現在我們走到另外一邊 就是去到余美斯 後面就是Marina Bay Sand那裏的酒店 現在過去余美斯 打卡拍照 在我们的酒店走出来 旁边已经是F1的赛道 住这两间房间 看下来 昨晚看到赛车 应该价钱也挺贵 先看着这小的 大只鱼未试在外面 现在出去打卡 这儿真的很漂亮 先喝一口水 新加坡旅游小提示 现在在新加坡乘巴士或地铁 都不可以用现金或买单程飞 一定要购买预付卡 你可以买Easy Link和Nex 就像香港八达通 有钱在里面 订卡上车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来新加坡旅游三几天 也可以买一个一天两天三天的 Tourist Pass 你可以任意买交通工具 可以买到酒店的中菜厅 叫J 是一个中文字肉 今天我们来的晚餐 包括在我们房价里面 有一个三道菜的中式晚餐 但不知道吃什么 因为没有餐牌 刚才服务员问了我们有没有食物敏感 没有就由他们安排 拿上来 到时再和大家分享 在餐厅进口里放了一张桌子 有一个牌子 新加坡的Top Restaurant 2020-2021 还有一个米芝莲2021 没有写升 所以是米芝莲推介 都很期待今晚的晚餐 这个餐厅的色调颜色 用了翡翠玉石的 一些湖水蓝 绿绿的色 工作人制服都是湖水蓝 绿色 都很柔和 放了一些很有情调的中式音乐 刚刚吃到头盘 有三个不同的头盘菜式 有两件叉烧 有一个是虾头炸脆了 另外有些酱汁 有些芥末酱加芒果的沙沙酱 另外一个就是炸蟹饼 蟹饼不同西式的 它里面是全部拆出来的 蟹肉鲜味的炸 三人都很好 不过就是细细的 我相信今晚这三道菜的中式晚餐 未必会很饱 我觉觉觉得 不不紧 最重要是吃一下这里的 感受一下这里的环境 氛围 享受一下这间富丽敦酒店 如果肚饿新加坡有很多东西 可能出去一些Hocker 大排档吃一下东西 还有我昨天买了一些 猪肉干可以在房间宵夜 刚才那个头盘三人都很好吃 现在来的主菜是红石斑 有些炆米粉 有两个很大的石斑肉 放得很精致 试试味道如何 我先来吃一下 味道真的不错 不过就分量小小小的 凉凉的 很香的蒜蓉片 薑蓉 那些汁很好吃 那个石斑肉很滑 那些肉质 好 Jaw 现在期待第三道菜是什么呢 会不会已经有甜品呢 如果是的 可能我们也要去吃宵夜了 原來第三道菜真的是甜品 是一個士多啤梨的雪花 還有一些玫瑰的啫喱 玫瑰花啫喱 是挺漂亮的 不過我們已經想著 一會兒會去老巴山吃宵夜 不過也不錯 在這裡試試高級酒店的中菜廳的體驗 因為很多時候旅行 又不會特地來吃這些餐廳 這次這個包包回來試試 吃一點點 我看到旁邊都有很多人吃不同的材料 都挺特別的 有片皮 如果你真的來到新加坡 又想玩高級中菜廳 也可以試試這間 有飲茶的星期六日 今晚就去了盧巴薩的熟食中心吃宵夜 不過在另一條影片關於熟食中心的 才詳細跟大家分享這個體驗 其實由酒店走到盧巴薩熟食中心 都是大約十分鐘的路程 吃飽之後走回來 看到酒店外面的夜景 真的很漂亮 最期待會 h 中文字幕提供 是一個自助餐廳 今天吃自助早餐 我剛剛出去也看過一些食物 自助早餐有的食物都有 但看來又不是很像很吸引 一會看看吃下去的味道又如何 它都有中式、印度式、南洋風味、西式的食物 你知道我也喜歡吃點心的 我以為有很多不同的點心 原來幾個都是包類的 在新加坡的酒店吃早餐 當然要吃一些地道食物 拿了一碗辣沙湯 剛好煮麵的姐姐 原來也會說廣東話 挺好聊的 我又拿了蝦魚片 有些芽菜 是青青的 青青就是一半是黃麵 油麵 一半是糙米粉 這個我喜歡 這個味道 它還有一些心巴醬 可以當辣醬用 吃完 辣沙湯麵 之後就做個 辣絲你媽媽 這個辣絲你媽媽 這個是有 魚蛋的心巴醬 加了一些花生 魚仔 蛋 青瓜 我不知道這個椰飯 是不是椰漿飯 試試看 嗯 是椰漿飯 有椰油味 看這個心巴醬辣不辣 心巴醬就不算很辣 我覺得這個不吃辣 都能吃到 雖然自助早餐 都不吃那麼飽 夠就算了 為什麽 你知道來到新加坡 很多美食 一會兒下午又要吃 今晚又要吃 經過很多東西要吃 所以都不吃那麼多 第二天的早餐 今天我們選擇了坐在室外的地方 看著新加坡里飯吃早餐 又是真是幾醒神的 輸了兩晚 在這個新加坡福利騰酒店 今天要check out 現在我們就會進去聖陶沙 在這兩晚我們住的旅行 覺得非常之正 因為第一 這裏的風景真是美 周邊的會吐廁很多 如果觀眾朋友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atman826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 你又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看到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滴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